歡迎收看 小姐 你的嘴唇 震到牛奶了 啊 導播 不要再take到了導播 好 好 不要再take到了導播 好 郭彥均先生 嚇好了啊 好明顯 好明顯 你站在上面你的空氣多好 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 人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必須要有點小心機 對 對不對 沒錯 不管是你的那個穿搭 或是在那個做人的處事上面 都要有點小心機 有些小心機會讓人家覺得很可愛 有些小心機會讓人家覺得很可愛 恨 恨之路 哪一種小心機會可愛 待會兒好好聊 歡迎大家 今天被發通告的應該不是很開心吧 因為是聊心機的 聊別人啊 都聊別人 沒有 我們前面會聊別人 後面會聊對方 會互聊 互聊 互聊 大家覺得哪一國人 最有心機 為什麼呢 好 我說 我覺得是日本人 對 日本女生 因為有一次我們四國女生的朋友們吃飯 然後喝酒 我們說第二端要去哪裡 那個日本女生就是這樣子說 我要去夜店 對 對 我要去夜店 沒錯 我想跳舞 我想跳舞 你知道我們認識嗎 應該不認識 對 但是她就說 可是我跟你們說 希望不要跟別人說 因為我怕男朋友聽到她會不開心 所以我們說 OK啦 對 這個是我們四個人的秘密 對 所以就是我也沒有報告 我老公說我要去夜店 然後我們就開心地坐這座車去那邊 可是那個時候我跟朋友不小心聽到 日本女生那個朋友 在吸手間躲起來 就是裡面 然後跟男朋友講電話 然後報告說 我在這邊公館的那個夜店 其實我很不想來 可是他們三個人一直逼我來 什麼 真的 太壞了吧 問題來了 過幾天我們在那個 一起吃中餐的時候 她的男朋友一起來 然後我老公就是等一下就過來了 然後聊起來的時候 那個男朋友說 我聽說那一天夜店不好玩喔 對 因為他都不想去 可是因為你們自己玩 所以他一個人默默地喝酒什麼的 然後我聽 我老公就聽到夜店 夜店 夜店 就是好像 對 我只是為了保護這個人的秘密 但是他自己嘴巴大嘴巴 然後就說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 很有心機的型 這個人我們認識嗎 不認識是不是 你要問幾天 不好意思 不認識就把名字說出來 好 那Lana妳呢 我也覺得日本 但是我覺得日本跟俄羅斯 還有烏克蘭 因為俄羅斯跟烏克蘭差不多 女生都一樣 對 日本的話 現在我覺得應該好的意思 因為就日本人會跟你說 你好漂亮 可愛 可愛 還有一直 你說你好 你說你好 日文講得那麼好 就我一開始的時候覺得 你們幹嘛 為什麼 就很誇張 對 誇張 因為我自己知道 那個時候我日文真的還好 但是他們一直說 好厲害 所以我 對 但是現在 覺得應該 有一天好的意思 他們就要把你的 把你的自信 對 自信 真的 但是俄羅斯的女生 他們就心情很重 對 怎麼說 因為我有好朋友 我們從高中一直在一起 你知道我們每次喜歡一樣的男生 每次都這樣 每次都這樣 連我老公他也喜歡 等一下 什麼 他有一個平均 等一下 不是有一個平均的規矩 我不知道你們在那邊 是這樣子或是什麼 如果 如果我們兩個是朋友 對 然後我們喜歡像你 然後如果我說 我喜歡他 就是我有機會 你完全 我不管你就是你 他就是 對 如果我們是朋友 我們兩個分開了以後 你不准跟他在一起 是一個規矩 當然 不准 不要 不要 不行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社會規矩 這樣的話 我還沒有男朋友 他也還沒有男朋友 因為我們每次喜歡一樣的男生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有特別的合作 就說 這個男生 他要自己選 所以你們結婚的事情 他知道了 現在他是我 兒子的 母親 母親 是這樣很危險 不好意思啊 小心就想得到 怎麼會 我那個朋友 現在沒有男朋友 他要等你離婚 他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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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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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們的話 都說出來對不對 這女生的地方 那是女生的地方 那是女生的地方 那女生的朋友 那女生朋友 住在台灣 過來一家 他抓你二樓 他在二樓 他媽的朋友 現在沒有住在台灣 那還好 咱就叫來國台灣 新台灣 人不在台灣 而且在你家 沒關係 我也覺得 自己覺得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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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上次 那個跟日本的 新知名一起拍的照片 對 那大家發現嗎 什麼東西 發現日本 因為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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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長啊 對 但是就有自己 小臉的效果 真的 對啊 他們明明是那個 比我年輕啊 可愛漂亮的年輕 女生 可是還讓我退 那最前面 就像我每次在錄影的時候 我都要往後這樣 我常常 過去 過去 找不到他 可是他沒有說 那個我跟豬子 一起拍照的話 他一定告訴我 這個拍得不好 你的臉不好看 要再拍一次 你是覺得那個照片不好看 照片 因為我希望我們兩個都要美 可是只是我漂亮 對 那這樣子我怎麼放 你這個朋友可以交 真的 對 每次我每次看社群軟體 所以好多照片 都是朋友漂亮 我很長 不然就是 閉眼他也投 對 最壞是你知道嗎 拍完之後 照片從頭傳給我 好...先修完 對啊 然後我們之後又小臉姐 先修你 對 對 對 我握個照片說 你為什麼忍得出 你不需要修圖啊 真的 有些照片不要亂放 還是看一下 其實我跟潤智勞是講啊 結果你不好看 所以再拍 真的嗎 這種朋友是不是 很棒 然後還有那小惠也是 那小惠的話 叫我怎麼拍姿勢比較好看 對啊 然後他用手要放那個臉的旁邊 然後左腳要抬起來 然後他一次拍100張 對 100張選裡面最好看的傳給我 你知道嗎 我跟別人拍照的時候 我給你們看 我認真的超好的 你看 比如說我要跟你拍 然後你覺得你有點胖對不對 我每次跟粉絲們跟誰拍照 我都這樣拍 你幫我 我都這樣拍 真的 你很聰明 你很聰明 你好貼心耶 對 真的 對 難怪大家都喜歡 對 謝謝 好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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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每次跟很多民眾拍照 他們都說 我還在後面 對 然後我就說 那你幫我 這是很夥大 你知道嗎 好香 如果得罪路的人 怕多少錢 那不好意思 我呢 我大部分的經驗 不會那種小事 都是 生意跟工作 我發現是 印度跟猶太人 他們 猶太人 他們的方式買東西 不管是什麼 都可以賣垃圾 還可以賺錢 那有一次我姊姊去買車子 二手車 對 沒有兩三天後 就壞掉了 然後 我們就在講說 我爸就罵他說 你怎麼去跟印度人買東西 你白癡啊 怎樣怎樣 就被罵了 然後他的車子 反正說沒辦法 回去也是沒辦法 然後我就 我阿公 我阿公是印度人 然後阿公 我阿公就講一句話 阿公是印度人 然後你爸爸還說印度人 壞話 怎麼跟印度人買東西 就是因為我覺得是 長大教育的方式 然後我阿公就開始 我姊姊說 我們英文有一句話說 每一天 每一天會 一個白癡會生出來 那那個意思是說 那個白癡會去買一個 笨的東西 所以沒有東西 是賣不出去的 沒有 你幹嘛 你現在是我白癡嗎 阿公 每一天會帶著一個白癡 所以不用擔心 沒有人會買 沒有 不然白癡會去買 因為那個白癡會上當 這樣子 好 小慧 我是覺得 對 因為我覺得 中國人真會耍心機 你往你右上方看一下 才覺得 我要講的是我前弟媳 已經離婚了 就是 對 我弟媳是上海人 那有一天他就 因為我弟就跟他 就我弟媳他們去吃飯 就跟一堆朋友 那他的朋友 女生朋友就看到 我弟媳就拿著一個包 名牌包 就很好看 就滿貴的那種 他就覺得 好好看喔 他就看上了 可是他就想要 但是他就覺得太貴 他不想捨不得自己買 他就跟我弟媳說 你可以這樣子嗎 明天你帶著這包 我請你吃飯 你帶著這個包來 他就已經計畫好了 那就是說如果說 吃飯的時候 我跟我男朋友講的時候 你就說這個包 是你男朋友買的 所以他就去吃飯 就是去帶他男朋友 來吃飯的時候 他就一到達就說 莉莉 你的包好好看喔 是不是你男朋友 買給你的 我弟弟就說 對啊 我男朋友 才敢買給我的 那男生就聽了 就是覺得 我不能輸 對 輸人不輸陣 去買一個 他就馬上跟他說 沒關係 等一下吃好吧 我們去買 好厲害 我弟講給我聽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位女生為什麼 太強了可以用這種 就可以拿 不用自己買 這位我想學耶 我很想學 但是我覺得 好像這種男生 比較少吧 對啊 因為我之前 也有碰過 想要用這樣子的方法 我說我要熱水壺 但是他都不買掉 熱水壺就是 很便宜 他都不願意買 妳可以好好聊天嗎 因為我想我說不要 不願意已經分了嗎 壞分了 早去應該分了 但是男生也要有 我覺得你應該先 要陪他去電器行 好厲害 這個感覺好像很棒耶 這樣有點貴 我改天再買好了 這樣子 要再民視一點 對啊 你就看那個熱水壺 叫眼淚給他 下次 下次我也有這個 好 我覺得是韓國人 有一次我是看到那個 環球小姐的選舉 那個 有一個地方她是說 每個國家的嘉莉 穿一個屬於自己民族的衣服 然後出來 那我就看到說 像中國的嘉莉 是穿這樣的 苗族 苗族的服飾 然後日本她就是穿的是忍者 好可愛 好帥 你一看就知道是日本 帥有那套衣服 對 那我們那個韓國小姐出來的時候 好期待韓國 衣服一打開之後 哇 這看得到嗎 韓國啊 韓國 而且是國旗 對 她的衣服上是全世界的國旗 對 就這樣走出來 感覺是 全世界都是我的 擁抱全世界 我覺得 我是屬於全世界的 全部同我吧 韓國人沒有這麼想 我覺得大陸人就是全世界的 對 對 其實這個的意思是 我們是 這個是國際的那個選美 所以意思就是 我們是同一個 我們 地球存 對 這個意思 果然有性基 真的 這個不是韓國 是我們的 是我們 這個不是韓國 是我們的意思 OK 這不是你說的 沒有啦 他們會覺得 他們會覺得說 傳統服飾應該是 就是裡面的花樣 代表自己國家 可能藍色 紅色 白色 什麼的那種 不會是國旗這樣 對不對 裡面是韓服啊 然後之後我是覺得 很有意思的耶 我覺得這一段很敏感 我們覺得它叫很 對 我們就每個人解圖的力量 像我們同樣看著一個顏色 你會說那是藍色 我說不是 是綠色 你是藍色 我說綠色 吵不完 那接下來想要問大家 有沒有什麼樣的行為 是你看到就覺得 心機啊 那潤子有沒有覺得 什麼樣的行為 女生跟男生 一起去吃飯的時候 女生沒有打算付錢 也結帳的時候 一定要從包包拿出來 錢包 男生抗 對 那這個那個表示 我會付錢喔 可是那個錢包裡面 都沒有放棄 你公平是自行卡 下屬跟前輩去的人也是 就是職場文化日本 就是要買單的時候 就是下屬一定要先衝去 要解 然後上司就會我來 所以你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那如果上司沒有看到的話 通常應該他們的習慣是 上司會解 如果一起用餐的話 是最大最長輩付 但是下屬要多一個這個舉動 就要做 不可以讓那個長官說 感覺我付的意思 我自己也去 對 那我先要有一個這個動作 你是讓同一個感覺 OK 了解 這個禮貌一定要用 真的要用 對 要演 對 我有一次 我跟朋友也吃飯 我突然發現 我今天穿得沒有很漂亮 所以我跟他們說 我今天穿得很爛 所以你們不要 穿得太漂亮 太漂亮 因為我會就 不太舒服這樣 拍照不好看 對 後來他們真的 好朋友啊 那妳這個笑容 但是我 妳穿得很漂亮 妳穿得很漂亮 同學妳給我拿過來 妳穿這樣 妳跟妳朋友說 叫我隨便穿 她說她穿隨便 她說 這是妳本人耶 這個是 那一天啊 這有點透視妝的感覺 這個很久以前 因為我好像戴成這樣 你看我說 妳穿得很熟悉 而且腳拍照妳 在逃脹什麼 真的 就我拍照A 所以新機女是妳耶 所以要穿她新機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的朋友我也有 你知道嗎 有時候跟好朋友 有時候想說 今天沒事 我們就約去賣場買東西 那反正因為從家裡出 而且約的時間又很趕 大家都說好 隨便穿沒關係 反正我們也沒有要去哪個局 那我們就 我就真心的覺得 隨便穿 對 然後我就到了現場之後 我也看到我的朋友 就像媽媽一樣 什麼 穿得全部五裝 然後她的妝呢 還全裝 然後 所以我覺得 好朋友的話 有時候真的不要相信 因為呢 真的 真的不要相信 沒有生命可以相信 不要叫好朋友 不要叫好朋友 就是通常說 因為我就是很真心的 會去相信朋友的話 所以我真的就是 還滿隨便穿的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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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市場了 因為你知道我就是有一個 很會做菜的婆婆 那個時候 確實幸福肥 然後除了朋友之外 其實我覺得 我老公也是滿有心機的 對 因為我覺得 整邊人 對 因為我老公 我覺得他幫我拍照 有時候也是很不會抓角度 然後呢 其實有時候氛圍都很好 但是就是有一些小細節 譬如說如果我說 我已經維持得很好 坐著的時候 你看這張其實 沒有 妳的小腿也不 真的 剛剛那邊 就是我叫我老公也是 因為我覺得我老公 妳的小腿 妳不要壓下來 妳不要壓下來 妳的那個小腿 我就想跟莎莎做朋友 妳會跟我講 妳感覺那個伴侶 就很兩百磅 對 很有力 下面身就很腰臟 那個小腿感覺 對 但是他就不會跟我講 然後呢 他不愛妳 他覺得妳這樣很漂亮 他都好 太可怕 好的 那李美呢 妳覺得心機是什麼樣 沒有 我也覺得 就是跟大家講 我覺得朋友有心機 對我來說是有點可怕的 因為我覺得 我交朋友是比較單純 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就會自己跟大家講話 可是我覺得有心機的人 他們會想很多 然後好像 然後我覺得這樣可以 跟他們當朋友嗎 我覺得有點可怕 有一個故事是有一次 我有去KTV 跟很多朋友 然後有一個女生來 我是有看過 她是我朋友的朋友 然後她看過我說 嗨 李美什麼的 然後就是KTV 她是跟一個男生 好像他們就滿 就還滿靠近啦 就是感覺還不錯 然後就是結束的時候 我就跟我另外一個朋友說 我在KTV遇到妳朋友耶 然後她剛好那一天 我跟她說的那一天 她也在KTV 跟那個朋友也在 那個朋友也在 然後她跟說 李美說她有遇到妳啊 然後那個女生說什麼 她說沒有啊 我沒有遇到李美啊 她應該搞錯啊 她應該沒有看到我 好可怕喔 為什麼 然後我確定我看到她 她看到鬼了 然後我去看她的社交平台的時候 因為我確定是她 我去看她的社交平台 然後我發現她有男朋友 然後那一天 看到跟她一個男生就是 然後她...然後我朋友 我朋友還懷疑我 她說你是不是可能 就以為是她 然後不是她 我說沒有 她又給我打招呼 為什麼她會給我打招呼 如果不是她呢 有些人會把自己 幻想成另外一個人出去 那不是我 她覺得很奇怪 對 她覺得很奇怪 做錯事情 然後好像是我的問題一樣 好可怕 心機很重 對 貝娜 我之前大概四年五年前 有一個朋友 是男生 然後他像跟我的哥哥一樣 我去玩的時候 我覺得跟他一起很舒服 然後他很好笑 然後最後 後來我發現了 他一直問我 你的朋友都是模特兒 都是俄羅斯人 你可以幫我介紹一個女生 女朋友 對 朋友給我 說 好奇怪 你應該是開玩笑 為什麼 然後他一直問我 下次你什麼時候 跟你的朋友吃飯 我也要來 我說 他們應該已經有男朋友 或是他們不要認識你 對啊 很尷尬 因為這樣很帥 對啊 對啊 他就是人很好 對我也是很好 可是他一直用我 認識別的女生 他說 我喜歡俄羅斯跟烏克蘭人而已 所以我比較喜歡外國人 你媽訂機票啊 就要去啊 對啊 所以我說你自己去烏克蘭還是俄羅斯 但是我破照片 還是影片子 我的IG 他一直說 你可以幫我問 他有沒有男朋友 好煩喔 對 超過OK 我好難找到他的IG可以給我嗎 我說 你好投眼 所以現在我們不是 真的 就不是朋友 我有很多朋友 他們跟我當朋友的時候 現在沒關係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他們都說 我要當演員 你可以教我怎麼當嗎 對 我又不是製作人 我又不是製作人 我又不是經紀人 你說也是俄羅斯的人問你嗎 台灣的演員 台灣也有問你 對 我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就是在美國的時候 是 他也是這樣子 他就是買房子的一個人 買房子 為什麼要當演員 哈囉 我夢想 心底的一個夢想 夢想 然後就想我的工作怎麼開心 因為我真的很愛我的工作 然後我就說 我也要這樣子 你工作好像蠻開心 蠻開心 怎麼開心 我也要跟你一樣 我說演員 你就是要去念書 你要就是學習 你不可以這樣 就是一天就是當演員 對 還有一個故事 我還有一個朋友 他是波蘭 好像是吧 然後他在台北找到一個男生 他不是有很多錢 可是他有錢 然後他一直很可憐 你知道在台灣沒有工作 現在回家怎麼辦 因為他時間已經到了 要離開 要回去 然後他說沒關係 我可以之後賣飛機票 你可以回來這裡 我們一起玩 他說好啊 然後我在我的國家之後 你可以給我錢 幫我的家人 什麼 對 太過分了吧 他說 他說好啊 然後他回去了 然後這個男生一直問他 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現在把錢給你啊 他說好 你想給我錢 我去做Visa 然後他說好 他給他兩千美金 還是兩千三千 爽弄性感 裝謙虛 心機惹怒好閨蜜 那天跳舞 真的 如果我是男生 我都會愛上他 走開走開 所以他幹嘛要在我耳邊說 我不性感 我不是性感 他連剝頭髮 都是在耍性感 對啊 你看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有沒有... 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現在把錢給你啊 他說好 你想給我錢 我去做Visa 然後他說好... 他給他兩千美金 還是兩千三千 差不多 他覺得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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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就是... 用那錢就走了 超級可怕 對啊 這是... 這是詐騙行為 真的 這是明明騙 我以為只是普通聊天 怎麼那麼精彩 真的... 但是那個男生怎麼那麼笨 這麼笨啊 所以你希望是被騙嗎 是應該的 我覺得 心機這個東西 是我完全都不接受 我是... 很多次我自己覺得 我不瞭解 有一段時間 他們也要叫我說 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 是一個很紅的東西 我們叫你怎麼做 如果你去外面 你去刷卡在好市多 不然我買東西 我們先進給你 我跟你講我做不到 為什麼 我做一兩次 我就覺得我再騙一個人 刷男生的卡 男生的卡 我拿你的卡 然後我幫他買東西 你以為是我要的 對 就莎莎要付那個卡 對... 所以先親你幫口袋 但是男生是把那個 刷卡的那個 副標的 這種事情你做不下去 我做不下去 我沒有辦法 但是我永遠被對方 誤會我是這種人 所以他們永遠 用這種方式對我 這個十幾年 我發現 所以我媽一直跟我講說 你是白癡笨蛋 為什麼你要被騙的 這個程度 是為了愛嗎 你愚蠢 然後我就還是會覺得說 能在做天才看 但是我現在一個人 我發現 有的時候有的事情要學好 不能太笨 好 接下來不要針對個人 知道 你覺得現場哪一位新住民 最有心機呢 又是為什麼呢 Lana 貝娜跟安妮 Lana 貝娜跟安妮 為什麼 這個不是個人的 這個是國家的 國家的 對 就大家知道他們心機很重 因為我一開始 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真的不認識 完全不認識什麼俄羅斯 烏克蘭女生 但是那個時候我當母親 所以我去那個 討論的時候 我看到什麼 講俄文的女生 我很開心 可以跟她 哈囉 聊天 他們都 就感覺 因為你們是競爭對手 對 感覺他們不太想當朋友 他們已經經歷了 是嗎 誰都不要認識新的人 有可能 有可能 對 還有在 加勒夫 在天母有加勒夫 那邊超級多 魔導 所以我沒有跟他們講話 但是你 一開始就知道 他們就這樣 這樣 買什麼蘋果 哪裡 為什麼現在走 我還在模擬中 OK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就 隨便帶小孩子就 看過這種女生 覺得好 我知道是哪個公司 因為我之前跟 我另外一個模特兒一起住 我們如果去買東西 然後在亞洲 而且在亞洲 我們不管我們穿什麼 我就沒有化妝就出去 在俄羅斯、烏克蘭一定要 如果 丟垃圾也要化妝 可是在亞洲 我們去吃飯還是買東西 我們不管 俄羅斯出個三文都要化妝 但是我最近去跟朋友們吃飯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他有帶俄羅斯人來跟我們一起吃飯 然後我們吃的時候 我一看到他 我就說 嗨 你會想俄羅斯話嗎 因為外國人看不出來的 有可能是美國人 他說我會啊 然後有點不理我 然後我們就喝一喝吃一吃 然後就靠近他 然後說 那我們可以聊一下嗎 還是你不喜歡我嗎 他說沒有啦 你這麼直接 因為我都說 對 我們都講很直接 你會覺得 為什麼他一個晚上都不理我 他說他住在高雄 然後高雄沒有很多俄羅斯人 但是他遇到的俄羅斯人都比較兇 都不會跟他當朋友 所以他就是不幫我們聊天了 結果我們當好朋友 好 接下來小慧 你覺得誰心機重 誰 房醫生 怎麼這樣講 房醫生說他住你心機 房醫生說他住你心機 他住在前面 心機是分好幾種心機 他講的那些沒有心機我OK 但是 他一直給我說 心機來了 因為你知道嗎 他人 你們看他的長相跟他的人 一看就是很艷的那種人 就是很辣 很性感 結果你不用裝或什麼沒有 一看你就把周邊的人殺死了 焦點 對 就焦點 有一次聊天他說 我沒有性感 他很低胸 我沒有性感 他就講得 我不喜歡性感 他就這樣跟我講 就在我旁邊我們兩個聊天 你看他胸部就知道了 有沒有心機 你看 在哪裡 他是咬嘴唇 在叫人 又是咬嘴唇 你的胸部 那邊在咬嘴唇 衣服嗎 衣服嗎 還是因為他穿紅色內衣 沒有 有一天我就 我就聽朋友 就他們去 我啦 對 祖祖那天就說 那天我們吃了吃飯 他就說 法利莎 好性感喔 那天跳舞 真的 如果我是男生 我都會愛上他 怎麼跳 怎麼跳 所以他幹嘛要來 在我耳邊說 我不性感 那你就偏偏就很性感 怎麼跳 講到 我告訴你 好 我不是性感 我真的不是性感 我高興不是 我非常愛跳舞 很突然 我的外星 總是騙人家的 你知道嗎 我喜歡 可是我喜歡 等一下 我非常喜歡 竹竹賣的衣服 但是你問他 我永遠沒辦法穿 為什麼 太大 鬆鬆大大的衣服 他們看起來 是我穿蠅人的衣服 那妳穿這件外套看看好不好 妳穿穿看 對啊 真的很會 對 然後打電話給樓下警惠 妳來跟我說 妳來跟我說 這樣就變性感 妳來跟我說 妳的性感是 妳不是真的性感的 對啊 沒有 我認真講 我感覺不到我的性感很久 他就這樣子來跟我講 他就說我不性感 這個幾個月真的發現說 慢慢回復到 當女人性感的感覺 而且他連剝頭髮 都是在耍性感 對啊 你看 你看 真的很難 有沒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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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看電影的 所以你們來台灣那麼久 你們覺得台灣人有心機嗎 我們心機又是用在哪些地方嗎 什麼樣子的心機 台灣人當然也有 而且我覺得 對形象的部分 他們就是會刷新機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養兩個小孩子 他沒有工作 但是他還請了那個阿姨 就是幫他煮飯 然後照顧小孩的那種 可是他就是拍照 然後放在那個他自己的社群網站 然後都寫說今天的晚餐 可是當然是不會說這個是… 這句鐘很累 對…之類的 然後很多人就覺得 你手藝很好 我看起來很好吃 對啊 今天也很好吃 這樣子 而且煮飯 那個廚房的東西之外 他還去就是 常常拍小孩的照片 在公園玩 去海邊玩 可是我有跟他去過好幾次 我知道他的行為是 在那邊就是坐著 然後個咖啡 花手機 然後我拍照 小孩子玩的那個 然後就是撲文寫說 今天那個假日 我還跟小孩子們玩 小孩子們玩 我覺得好累 很想下班 我覺得心肌紅症 而且有些照片 也是阿姨拍給他 有可能 對 經理好好玩 對啊 阿姨拍給他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媽媽 很辛苦 辛苦了 辛苦了 小孩子也覺得 我有講到台灣女生就是 我覺得對漂亮這方面 還滿有心機的 因為我認識一個 就認識不久的一個朋友 他是做一些就是 瘦身產品 保養品之類 因為他已經生過三個小孩了 皺紋也沒有 就是長得臉什麼都很好 我看身材也很好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我從來不會去打針 因為我很怕針 我覺得 我就說 你長得好看 他就說沒辦法 就天生麗子嘛 好看 有一天他就來接我跟我朋友 那他的電話剛好 連著那個車的藍牙 就聽到那個 那邊打來說 他就說你打錯了 就馬上掛掉了 日文標示太神奇 連日本人也看不懂 明明就是那台灣原料台灣製造 台灣火 對… 那個日文 日本人完全看不懂 是嗎 對… 罕見是海鮮使用的工毒箱 工毒箱 真的耶 日本人看的時候 所以在日本 他不會這樣寫 他不會這樣寫 對 所以日本人看了 就覺得太假的東西 對 那他的電話剛好 連著那個車的藍牙 就聽到那個 那邊打來說 毛毛毛小姐 他就馬上 好難喔 他就說你打錯了 就馬上掛掉 馬上把電話掛掉 我跟我們也有 就覺得 就有頭笑圈圈的 就是頭笑覺得你很假 他就跟我們解釋說 沒有 他應該是打錯了 我真的沒有 我就說 沒有 心情太重了 對 他是天生利子的 你努力讓自己的體態變好 是很好的 對 沒有必要說 如果今天你說你運動這樣子 我覺得OK 就是好看 我會欣賞 可是你說你生下來 就是這樣子瘦 然後就會有那個 跟台灣說我晚上都吃火鍋 還有鹹酥雞 不知道你都不會胖 就是莫名其妙的 對啊 超討厭的 這個我有好奇想要知道 是不是台灣製造箱的新機 因為台灣的超市還有百貨店 那有很多包裝上面有寫 奇怪日本的商品 對 可是看後面啊 就明明就是那台灣原料台灣製造 台灣貨 對 所以我想知道 製造箱是 因為保障上面有寫日本的話 那台灣客人看了就覺得 這是日本貨 對 沒錯 我承認 是的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因為那個日本 日本人完全看不懂 看不懂 他們就是對 那比如說 他們有些這邊那個 這個我會買 家裡的道具 感覺很好用嗎 對 房間裡面最好的道具 道具 工具 蒜頭的王 什麼 蒜頭 蒜頭 幾蒜頭的 對 那鞋子都覺得我看不懂 還有這個 那個房間是海鮮使用的工毒箱 工毒箱 房間是海鮮 因為部屋不是房間 海鮮 工毒箱 對 這個奇怪 這不是工毒箱 它要翻臉 對 對 還有那個洗手乳的話 那上面有些 這個很常見 這個很正常 對啊 對啊 可是 日本人看的時候 要洗掉 洗手乳 對 洗手乳 它變成這樣 它變成動詞 所以在日本 它不會這樣寫 它不會這樣寫 它變成動詞 所以日本人看了 就覺得 太假的東西 對 對 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看到這個包裝 我會買 如果要相較之下 就會很想買 覺得很好用 對 真的 習近呢 我覺得台灣人是很有心機的 而且講話都是三思而後行 就比如說我有一個同事 他們兩個有點口角 那我那個朋友就是 另外一個同事就說 沒關係沒關係 我不計較 就人家跟他說 不好 那個你上次說的 他沒關係沒關係 你對 沒所謂 好像聽起來他很大度 好像都無所謂 結果 那一天剛好我那個 就是逼同事 剛好上去 然後好像被主管罵了 他下來之後 然後我這個心機的 有心機的這個同事 就跟他講說 哎你剛剛 剛剛怎麼了 他有一個就傻 就下來了他就講說 對呀 他說 剛剛那個死胖子 又來修理我 好像今天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樣 那心情不好 又來講 就是 然後就把那個 就把我們主管就大罵 然後他下面就 就在罵他 罵完之後呢 然後等一下這個 一看主管下來了 他就走了 走了之後 然後我們這個心機 因為我覺得這個 另外一個女生啊 我們這個很有心機 這個同事 看到主管下來了就說 就是經理啊 你剛剛是不是 在上面說他了 經理說 怎麼了 他下面罵我什麼嗎 他說沒有沒有 他只是 想要去想 如果面前翻弄是非 同事竟然是個心機鬼 經理啊 你剛剛是不是 在上面說他了 經理說怎麼了 他下面罵我什麼嗎 他說沒有沒有 只是今天情緒不好 有點吃了炸藥一樣的 就是沒什麼 他沒說什麼 其實沒什麼 不要講給你聽 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 他好像其實也沒說什麼 他確實也沒有說什麼 但是他把心機都傳遞到了 真的 但是他把心機都傳遞到了 可是我覺得就是 台灣之間很多都會這樣 就是 點到 不說到 但是你又明白他的意思 我沒把話說死 他說什麼都說了 對 不是我都沒說 可是我真的什麼都說 對 其實是 我覺得其實這種在 演藝圈滿多的 是不是小康妳說 對 是 我覺得講職場這件事情 我覺得女明星其實也都 多多少少會有心機 但你耍一點心機 我覺得對工作真的 確實有幫助 好 那我首先我要講說 第一個心機呢 露營的時候 一定要卡一個好的位置 對不對 你卡好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就容易被鏡頭給抓到 所以你曝光的機率就大 大家就會有容易可以記住你 那第二個我覺得就是 可以利用優點 譬如說 你可以好好的維持你的身材 你今天用得很好 就是你好的身材 你就可以把它利用得很好 像我以前剛出道的時候 因為我個子很小 那如果說我沒有把優點 把它放大的話 其實大家不會注意到我 所以我就很喜歡穿就是 很包身體的 然後可以展露我的身材曲線 來博取大家 就是鏡頭的目光 對 視線 對 那確實我就成功了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心機還是要有 那除了藝人之外 其實我覺得私下 像朋友間 也會有一些小心機 像我有一些朋友 就是拍照的時候 一定要有美顏的APP 對 因為拍起來才漂亮 美顏相機 對 就是拍起來 然後你放到就是 社群網站的時候 會比較多人點贊 對 然後如果 沒有美顏相機 他就不拍 所以我就會覺得 他很誇張 而且拍就算了 他還要修圖 修很大 修到你的照片 還要瘦腰 還要拉長 對 然後有 然後瘦臉 對 而且有時候旁邊的那個 就是角度就明明就很歪 他都沒有發現嘛 對 所以就會覺得說 他修太大了 修到旁邊那個人 腳不變這樣 趕直帶直的 太多了 不會覺得說 你也要看一張 旁邊變形了 因為我個人是只要走自然 就是我想要自然一點 我不喜歡修這麼大 但是可以修微調對不對 那我那朋友就是 很喜歡修 就之外就是他還喜歡 站很後面 就像我們剛剛講 站很後面 這麼胖他還是繼續 把我往前推說我很瘦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很瘦 他把你拍那個北極熟的 就是他就在把我拍又矮又短 然後就是一直把我往前推 但是我現在完全不怕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呢 因為又長高了 可以用高 因為我有用了一些懶人法寶 還有加一些運動 所以我現在可以往前推 Oh my God Yes 對 因為妳剛剛變胖 妳是說因為是薄果胎會煮 對 所以最近最近是打算要離 沒有 沒有要離 對啊 怎麼會受成這樣 而且妳那個是真的限 對 妳有沒有打算 我沒有 我沒有運動 我沒有運動 都正常吃火鍋閒事 我覺得就是 太可愛了 之前覺得自己實在是像大神 然後看了照片 其實會覺得 我怎麼那麼悲哀 而且穿衣服會覺得不漂亮 我就會覺得說 我好像要好好的維持我自己 對 所以我剛剛講說 我用的懶人法寶 其實就今天也帶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 其實呢 我就是吃了這個 魔鬼限咬物X 對 X 對 為什麼要那麼強調呢 是因為其實它上一代我就有吃過 然後這個呢 其實是升級版的 那通常呢 我都會是在晚上的時候 吃完晚餐之後 我就會吃一顆 然後你吃完之後就會發現 它可以幫助我身體的循環力 對 身體循環變好之外 也可以把 就是我便便 不順暢 增強體內的循環 對 增強體內的循環 然後把便便都排得滿乾淨的 對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打開來呢 它的膠囊是長這個樣子 摸起來有點軟軟的 是 對 其實這個軟軟的 它是那個業界首創的 液態軟膠囊 液態軟膠囊 對 它就是可以幫助那個吸收更快 所以你的代謝也會相對的 變得更快 對 那我剛剛講說它是升級版的 所以它裡面的成分呢 其實呢 有添加更好的東西在裡面 就是它有雙倍的黃金蠔油 黃金蠔油 對 黃金蠔油其實就是紅花籽油 對 那這個其實紅花籽油在裡面之外 其實它有沙極果油 那沙極果油裡面有豐富的Omega-7 對 那因為它又是升級版 所以它這一次這個是 裡面又多添加了專利的 專利的紫茶 跟美國的火龍果子的成分 對 所以你吃了之後你會發現 它這個升級版的效果呢 比就是上一代更好 然後呢 因為有時候我們跟朋友聚餐啊 就是通常都會在晚上的時候 對 然後你會吃得比較重鹹 但是因為我覺得個人就是很容易 重鹹隔天會感覺 水腫 水腫 對 然後臉就會很容易 有意思火鍋 泡泡辣鍋 對 然後你知道隔天 如果你要拍照就會很尷尬 對 所以我就會加強一下 就是會吃這個 喝這個孝敬藤 孝敬藤 它很像孝敬藤 但是它是孝敬藤 孝敬藤 就是喝一包然後搭配溫開水 然後呢 對 就是早餐那樣子 吃完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它可以代謝我們的那個水氣 對 然後呢 啟動我們身體的那些代謝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挺好的 而且會比較 那個消耗卡路里會比較多是不是 對 消耗卡路里這件事情 我要再跟大家講 艾美這件事情呢 不能只有在醒著的時候做 連睡覺的時候 你也要好好的 持續循環 對 所以呢 它很貼心 它就是晚上睡覺前呢 還可以吃這個妖精曲蟹 你睡前吃一顆之後 其實我會覺得睡得比較好之外 它還有代謝也會比較好 對 然後呢 把我們身上的卡路里 通通把它切回 所以我今天其實就不算是 小心機 耍心機 因為我本來都不跟人家 介紹這些 妳就公開 對 我今天就公開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 而且隨著年齡越大 其實我們的代謝 威大還不錯 對 感覺 我們都吃起來了 我們在聊天 我們都吃起來了 我們都吃起來了 我們都吃得很好吃 妹妹先... 真的 因為以前拍照前 都要喝黑咖啡 讓自己可以 就是不會水走 味道還不錯 就是像飲料那種 我覺得還滿好喝的 而且小小一包 OK 太棒了 一天一包就可以了 這個連男生放口袋都很方便 我覺得今天有一點不像錄影 很像是女生下午茶時間 對 前面講別人壞話 後面再分享自己喜歡的東西 沒錯... 我覺得人生中 就是適度的小心機 是可以幫助到別人的 但是那個心機 不要去害人 對 心機就是要心眼 好啦 OK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拜拜